很高興啊 所以各位同樣 你在這個土地蓋房子做生意 你要在這個土地也做功德 布施水啊 布施米啊 土地公同享啊 地基組同享啊 他們很高興 然後他會照顧你 人家到隔壁買東西 他們拉進來 同樣的飯菜為什麼這間好 那個生意不好 人家福寶不一樣嘛 生命有福寶 有些人生下來就很有智慧 因為他上輩子尊敬老師 印佛經 生下來很會讀書 有些人生下來就很有錢 各位因為他上輩子喜歡布施的人 所以他就會生在很有錢的家庭 老實說我是這樣發肌的 因為我太太懷孕那天 我開始買一個最貴的房子 還貸款的 那是他們要 我只好說要哇這麼貴 我就說好 一進去 我太太宣布懷孕了 從那個開始 一二三四變成四個房子 我就知道說 那我這個兒子啊 不是簡單的 我沒那個福寶 我是個 我常講 身如乞丐 心如黃金的人 我不適合享受 他有福寶 對他搬進去以後 他懷孕了 就開始買房子了 股票就漲了 哇原來人不一樣 所以從小就吃素 人家上輩子是修行 還要他老爸出家 哇真偉大 所以人他有 這也是我的福寶 生了一個 想出家 護持出家人的兒子 那我就很有福寶 所以 人可以改變命運 所以如果你生一個討債鬼 再見了 再見了 開始 兵敗如神道 所以 你為什麼會生這個兒子 哦 因為我有好心 我結婚的時候是一個好心 我也幫助別人 所以我也想說我這個人大概不會生 會生也有問題 對不對 但是居然懷孕了 我還怕每天拜啊 我要生出一個健康正常啊 不要生那個乖乖的 因為我做了不少的壞事 我都會怕 對不對 那不是我求來的 這是我意外的 但是各位我的意思 什麼樣的心態 生什麼兒子呢 兒子也會來影響你呢 所以這個世界是互相影響的 所以我們現在活著 爸爸媽媽影響我們 我們會影響祖先 祖先會影響我們 這個世界沒有單獨的存在 互相影響 所以你對世界好 你對眾生好 才是最智慧的方法 對自己好 不管你做什麼行業 都用一個好的動機去做 你開餐廳的 希望別人吃到我的飯 喝到我的水 健康啊 這樣 所以我經常跑到最大的超市 一直念 希望他們吃到的水 都有佛的價值 那你想想看 這個店有幾千人節約呢 都得到 錢又不用我出 對不對 但是我把佛的力量放在裡面了 所以各位進到超市 看到那個死掉的肉 你要你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通通超度這樣 看到吃的餅乾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得佛的功德 然後水也好 米也好 水也好 坐飛機也好 公車站也好 只要有人的地方 只要有眾生的地方 你都可以慈悲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把這個功德融入 甚至你身上帶的這些眾語 功德的會向給他們 好 我就講到這個地方 現在要發結緣品 然後剩下兩三分鐘 這個結緣品 這裡面很寶貴哦 所有大乘佛教有加持的咒都在上面 現在電腦很好 可以濃縮 做得很漂亮 這是學天主教的 我去教導 這個不錯不錯 拿回來就把它改一下就好了 所以我送給那個外國人 小哥哥哥哥 對不對 這是他們的帶著 但是我告訴各位 這不是很貴的 所以帶酒還會退色 你就不要怪我 下回做好一點 這個字不會退色的 還有這個 這個帶在身上 保證上品上升西方極的世界 永不墮落的 誰跟你踏到你影子跟你講話 都可以消夜這樣 諸佛的光在你身上 大水球 這上面有中文 背到看不見為止 為什麼要背 慈悲 幫助眾生 還有這個 手機卡 貼在手機上面 好 編發我們先把今天的功德 這兩個功德 要布施給眾生 念一下 願意此功德 莊嚴佛淨圖 上報父母祖先恩 上報國家社會恩 上報所有眾生恩 上報三保加持恩 下祭地獄苦 下祭地獄苦 下祭餓鬼苦 下祭所有動物苦 下祭所有動物苦 回向所有墮胎流產 死亡兒童 所有病苦者 消除病苦 若有見聞者 西法菩提心 敬此以保身 同生極樂果 那我們農曆七月份 希望大家多唸一個咒 南無 這個叫報父母恩眾 希望縣世父母長壽 欺世父母雷劫 父母離苦得了 再給我念一次 南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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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我们马正义 老板还有各位菩萨来参加法会 帮我们布置 也愿小朋友保证大家平安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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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部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时间 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顾持正好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所以人不能自私 人要打开眼睛去 关心众生的痛苦 所以人不能自私 只想着自己的亲友的痛苦而已 人要开始打开眼睛去关心众生的痛苦 也是消除你自己痛苦最好的方法 我们去照顾很多独居老人 是把你爸爸妈妈超度了 甚至让他现实健康 你一直关心自己的爸爸妈妈 而忘了去关心 这些这么多可怜的老人 或是死亡的老人 那你就很多的精力 你必须花很多几百倍的精力 去照顾一个爸爸妈妈 因为你去照顾别人的妈妈妈 只有用十分就扣了 所以这个佛法叫我们最聪明的知识 这么天啊 那个整体都已经变形了 然后它居然可以慢慢下去 这是我觉得很神奇的地方 医生宣判不可能的 我就是希望有奇迹出现 因为我们身心浮华吧 再生起来的机会是不可能的 我的世界就毁灭了 因为我从小跟哥哥的感情非常好 新闻事件怎么会发生在我们家里面 因为这场车祸我学合了 以苦为师永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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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在屏东浮体 就是每次学员法会 就一定要用爬的上去 对啊 那有很多热心的师兄 是建议想要帮忙 想帮忙 因为知道他们无从帮起 所以只有他知道怎么帮我 我是在2014年的12月2号那天发生车祸的 那到现在也将近快六年了 那当时候因为就是去把自己撞了一身的骨折啊 手脚啊 然后腰椎都骨折了 所以造成了下半身的瘫痪 其实医生已经告诉他们说 你的哥哥是下半身可能都必须是在床上度过这样 他们当然不敢让我知道 那其实自己有意识到 所以当你那个意识到越来越清楚的时候 其实你真的是上百次想要了解自己的念头 在脑海中就是都有盘旋过这样 但是后来发现自己连要动手了解自己的能力都没有 因为手脚都断了 我记得是当天要回家的时候 我跟爸爸在车上 我当时就跟爸爸讲 哥哥为什么不要这样走掉就好了 因为我很清楚哥哥他的个性 我知道如果他行过来 知道他自己伤成那个样子 他一定不想再活下去 刚发生事情的时候那个心境一下子 盪到谷底啊 就是好像没有希望啊 就是他的伤的那么严重 也烦烈啊 我们那时候很慌乱很无助 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 只知道说 惨了如果他从此之后瘫痪 他的人生可能陷入一种很无助啊 当时我第一次觉得原来从天堂掉到地狱是这种感觉 找这个郑洪志教授 帮我做这个生长因子的再生的手术 光生长因子这个腰椎我就开了三次刀了 就是为了这个生长因子的施打 然后其中还把我一节腰椎骨为了释放我的压力 所以把一节腰椎骨拿掉了 然后每次打那个时候非常辛苦是 我要侧面躺 然后缩得像虾子一样 把腰椎拱出来 然后一根大概这么长的针 从后面这样穿湿进去 然后把那个生长因子打在 骨头跟骨头的中间的那个软组织 对所以非常痛 而且打完是要平躺八个小时不能动 对因为他是等于把里面骨髓一抽出来 再把生长因子打进去 然后你如果一下子站立起来的话 人是会晕眩的 所以必须要平躺八个小时 它有点像是针灸的原理 但是它并没有侵入性 但是它却比侵入性的针灸还来得更痛 我光为了做那个治疗 我毛巾都咬破了三条 然后每次都是眼泪啊 那种大喊大叫的这样 对啊 光标 那帮我做治疗 那个老师本来是接近植物人 他被他爸爸用这个方式 据说是他们祖传的方式 把他救回来 然后所以这个老师他不收取任何费用 他在帮他所谓的有缘人做治疗 因为他从颈胸腰都断 他更严重 结果他现在可以到处行走啊 甚至在国外他到处都被他治疗 那老师也是非常慈悲的一个人 我更相信是佛法的加持 因为有很多是在医学上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去解释的事情 就好比说我的脚 我的脚踝 我的脚踝是粉碎性骨折 那那个结构呢 在那个当下 他其实就已经彻底的破坏掉了 即使他在重建 他这个骨头的那个骨輪之间 他没有办法再像最初原来的那么的滑顺 所以他甚至他是真身的 他会阻碍他的滑顺的程度 所以那个脚 我的脚盘真是这么颠的 为了说要能够行走 甚至能够站得平稳 我甚至连结枝都想到过 就是说干脆就把那个颠起来 那个变形的脚踝 把它结枝掉 换一个人工的 这样至少我站是没有问题的 甚至可以 也许可以走 那时候想要站 但是医生不建议 对那时候医生不建议 他说你这个样子 你可能 因为我现在最需要的是复健 那你这样一 那个伤筋动骨下去 你可能又大半年甚至更久 你又不能动了 那不能动你的肌肉 好不容易重建回来的一点肌肉 可能又慢慢的消失掉 对啊 那我刚才为什么说 最神奇的部分是在这里 就是说 那个结构它破坏掉 它后来居然还慢慢的下去 到现在那个 虽然进度很慢 但是我自己可以感觉到说 那个重心在转换的程度是不一样 而且的确脚盘是越来越下去的 从小妈妈就是一个佛教徒 那妈妈小时候也不断的灌输我们说 佛法的种种的好 然后只有佛法才是 才是你唯一的选择 佛法才是至高无上的 诸如此类的话 我妈妈从小 都一直不断的跟我们灌输这样的想法 那因为那时候都还太年轻 人生并没有吃到太多的苦头 没有尝到太多的苦难 没有把那个所谓的佛法那么入心 就是听妈妈讲的这么一回事 但是就知道 我们以后都是要信佛这样 但是并没有那么入心 那是后来经过这个车祸 然后就是才算去尝到那个苦 然后跟佛法结上缘 才会跟这个佛法这么相应 人就往往在不如意思意的时候 才会想要修行 才要想接近佛法 以前生活很好的时候 也不懂得要去修行 真正的那个苦的时候 你才知道你过去所追求的那些 那些都不算什么 我后来体会到四个字 平凡跟平安才是最幸福的 生命之夜 海淘瓦斯的道场 这样子去 我也跟着他去一次 新殿的大明讲堂 去受八观在一起 后来我们全家人就是把 这个希望寄托在佛法里面 就是身心三宝 就是说 我相信 他要是有这个姻缘 佛菩萨的加持 最起码要能够好起来 她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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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始 因为我两个妹妹 她们很早就开始在参加 生命体系里面的法会 公修 然后八观在一起 这些法会 那时候我的小妹 也常常不断的 她们那时候在屏洞 我在台北 她常常在电话里头 用鼓励的方式说 哥哥你去参加 这个法会很好 对你很好 然后 我觉得对你很有帮助 可是也许那时候 姻缘还没有到 所以各种理由 也许那时候身体 也没有好到一个程度 也不想出去接触人群 然后所以那时候 不会想要出去 所以找了各种理由 去年的四月份的时候 妹妹又告诉我说 今天海涛师傅 在新店的大明讲堂 有一场八观在一起的法会 哥哥你再去捷運看看 对啊 那天姻缘就到了 我就说好吧 那我就去看看这样 哥哥从小 他就是不断的骨折 因为他很爱运动 他很爱打篮球 各方面 然后进走 他会从台北走到桃园 他很喜欢 他其实就是一个 很阳光的大男孩 然后那时候觉得 哥哥以后 没有办法再充实这些事情了 包含潜水 他也很喜欢 然后就觉得说 他可能当时走调 会比较好 开心一点这样子 可是很庆幸 我当时那样的想法是 没有成真 我要很感谢那边的一个 叫张秀美师姐的这位师姐 我觉得她在我还没有机会 听到师父的开施之前 我觉得她在第一线 她做了很好的一个引导 她从看到我在那个门口 然后在那边徘徊说 我到底要不要进去 因为我做了轮椅 那轮椅毕竟这个轮椅 在外面走来走去 那道场 人人都是脱着鞋子 所以我在那边犹豫我到底要不要进去 这样的时候 那个师姐第一眼看到我 她就帮我做了所有的引导 帮我安排的位置 然后甚至因为我第一次参加 我都不懂 然后就全程都在引导我这样 那我有时候常在想说 我的法缘很好 如果说我那时候遇到的是 可能也许 比较不是那么热情的 师兄姐的话 也许可能那时候佛法没有入心 也许我转头 掉头我就走了 我根本没有机会 听到师父的开施 所以这个法缘我觉得 蛮感恩张秀美师姐的 非常感恩她 她做了很好一个义工的示范 慈悲的示范 对我觉得那个师姐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到现在一直非常感恩她 照顾我十个月的 一年级的义工 她陪了我去很多很多的地方 结了法园 帽子风雨 然后举盘从朴佛 战经 然后八观摘戒 她都一起去参与到了 那最重要的是 她还跟我去苗栗洪法院 参加了海涛师父所举办的短期出家 那在那样庄严的气氛之下 她也吵着要跟我一起受菩萨戒 因此她也有了法名 叫做妙心 她的法名还是海涛师父 沾遍前亲是帮她取的 那她也有了戒谍 她们回教徒往生的时候 是要穿白色的衣服入恋的 那曾经不止一次告诉过我说 有一天她往生的时候 她是要穿着黑色的海青 回到西方极乐世界 然后现在照顾我的这个也是一年级的义工 她也是跟佛法非常的相应 那也是才照顾我到现在才两个月而已 也跟着我去了一二四场以上的法会 做一些药包 然后共灯的这些事情 所以她跟佛法也是非常相应 那我都觉得这两个一年级的义工 都是佛菩萨安排来的 来照顾我的 然后并且她们都跟佛法非常的相应 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出身的 因为我刚才提到说我身心受损 那身心受损就代表说 我的大小便的这个样的状况 不是一般正常人 那我可能我要再出去参加法会 那一整天 法会就是一整天了 必须要在前一两天就开始准备 就是准备什么 第一个要把我的肠胃清空 在外面不知道什么时候 她会突然给我下状况这样 所以我必须要把我肠子清空 所以那天我法会 我才能安安心心的出门 我的家人为我送到现在 为了我送了上 已经一万多部的地上心 都不停的回想给我 然后我们一直都很深心说 今天是地藏经加持我们 让我们所有的违缘都消除了 所以我们才可以去接触到一些善知识 好比生命体系 师父这些的种种开示 这些我们才有那个福报听得到 如果说我身边的违缘还是那么多的话 我根本听不到这些善知识 所以我觉得这一切的因缘 都是来自于地藏经 所以很感恩这部地藏经 然后我们家人也都把地藏经 当成我们一辈子的职业 这辈子我们会修其他各种的法门 但是一定会把地藏经 总部在我们每天必修的功课里面 也许没有办法读送到一部 但每天都一定会读送它极品 一定一辈子都每天都会是这么做 我五年多到现在没有当过地藏经 每天都是读送的 我觉得佛法不可思议 它不会像变魔术一样 让你一下子就感觉到你很神奇的变化 但是它潜移默化 它是带给你心灵上的平静 就好比说我一个生长者 因为中间经过了很多的不为人知的一些苦难 其实是人家看不到 我觉得这些地方如果不是立三王菩萨在因应着我 然后让我的心越来越坚强的话 我觉得我很难走到今天这一步 非常难 因为其实我看起来不像是一个生病的人 但是其实在这当中 真的经过身体太多太多的考验了 那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地藏菩萨的加持在引领我 然后让我的心里面的素质越来越强大 然后注意去面对这一切 所以我很感恩地藏心 不光是可以做 我还可以靠着福的东西 我还可以站 虽然不能久站 而且我还可以拜佛 我拜佛是 以前我大概可能也许这个角度 我人就下去了 因为我的腰没有支撑力 那现在呢 我不光还可以这样拜佛 这样下去 还可以靠自力站回来 所以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现在目前对我来讲就是奇迹了 现在还可以拜佛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像妹妹会告诉我 普佛的星辰 那里有菩萨已经往生了 然后需要我们去普佛 然后我就会跟着妹妹一起去 所以有时候你这样算起来一整天的时间 就差不多已经是 差不多就没了 其实我讲真的 我现在比我好手好脚的时候 还要忙 真的还要忙 但是现在忙的 感觉是很有意义的 忙的是很有意义 以前在忙 就觉得忙一下子去想要犒赏自己 喝两杯啊干嘛的 可是你现在忙 忙得很辛苦 你是有时候在忙着看着别人的痛苦的时候 其实你会忘记掉自己的辛苦 真的你有时候看着别人的苦的时候 你真的会忘掉自己的苦 我一定是期待说 有一天我这个 我这身很臭皮囊 还能够站起来 然后自己还有一点庸出 然后可以把自己贡献在更多的地方 比如说佛法里面 佛门里面 因为我觉得我在这里面承接了很多的恩典 很多的师父对我的慈悲 对我的开示 很多师兄师姐 对我的那一种援助啊 我觉得那都是点滴宅心头 真的要感恩的人太多了 真的没有办法一一去细数 但是我都记得他们每一个人的脸 以及他们曾经对我做过的每一件事情 那那个东西都是一直在推着我很好的一个养分 推着我干嘛 就是有一天我把我自己布施出来 对因为我觉得 我希望我自己有一天是能够站起来 然后把我自己再把我自己布施出去这样 你发的愿有多大 就是相信佛菩萨会满你的愿这样子 我非常相信我哥哥有一天是会站起来的 他可以靠他自身的能力 跟我们正常人是一样 这个是我有信心的 希望哥哥能够加油 让大家见证奇迹 赶快好起来哦 加油 我们都要加油 大家都要加油 希望你快点好起来 能够满你的愿 我也愿意把这儿子布施出去 我再把你表面找到去 你就可以 çıktı 我把你真的学会以前 你也听到美国 我今天生活的愿意 其实对我来说 我要做你的愿意 对我来讲 我先听到你 对我给你 你再来讲 我先听到你 我觉得我今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梦本师是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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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